一天刷屏的凌晨三点不回家,倒出了成年人世界里,很多人不愿意挤得心酸,然而,这个夏天,让更多职场白领感到心酸的,还有他们的体重,如果下班都不能准点,怎么指望保持身材的健康呢? 天猫生仙子为这些职场白领们带来了健康轻食瘦身这股清流,在具划算超级具象的日中,拒绝不吃不喝,药物减贼,提倡科学瘦身的生活方式,一次打动目标群体的心智,一个不得不提及的行业去试试,当前各大品牌,都是图从年轻的白领身上,寻找新的商机,毕竟,他们是未来最具消费能力的客户, 不过,为这些新世代构建专属于他们独特的消费场景并不容易,这需要深入挖掘这些90后们的社交和兴趣爱好,此次聚划算超级具象日联合天猫生仙,通过前瞻性的洞察能力与用户化效分析,挖掘出每天只能靠几出时间减肥的白领真群,作为目标用户,从而推出职场瘦身图件,配合一系列传播, 成功将生鲜产品有效投放至这些需求的白领群体,实际上,一直以来,首先都是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,尤其对于年轻的职场白领而言,他们的这一需求,从来都是商家挖掘商机的金矿,而行业内,为了吸引这些年轻人的眼球, 也可谓不遗余力,然而,遗憾的是,大多数针对这些90后新世代的营销,并没有那么有针对性,他们往往忽略了这个群体身上的特质,渴望被认可,怕是贴标签,乐意吐槽等等, 因此,一些营销活动也往往流于表面,很难走进新世代的内心,90后的年轻人,乐于在社交平台分享心得或玩笑去吐槽,而职场瘦身图件的第一枪,正式开在最剧传播力的微博上,以话题的方式引导用户讨论自己的瘦身方式, 阅读量迅速超过一千万,讨论过万,热度被聚焦后,以五张不同职业搭配不同食材的海报,触达白领人群,具有归属感的同时,以大食材配小人物的视觉风格,让白领人群在繁华的都市与无休止的知草中,找到一份自己喜欢的食材,找到一份生活中的烟火器, 信息爆炸的当下,各大品牌的传播渠道与传播方式大同小异,要想取得独到的效果,还要看怎样才能与潜在用户产生过敏,在端,天猫生鲜不在走心,而是走肾,以便我就吃得饱饱的也能受,OK,极致味的文风,列举各种瘦身方法,最后的无疾而终,让这些好斗的年轻人,瞬间肾上线激素极致上升, 引发共鸣,引发其内心的购买欲,可以说,职场瘦身图鉴,用瘦身这一人们的热门话题为微博,社交复能,巧妙设计出高质量的内容,直击目标受众内心,充分较动年轻职场白领的参与热情,尤其值得一提的是,这些年轻人有着天生的带入感,能够让这种传播机制形成自我循环,并不断激起更加广泛的关注。 在这份职场瘦身图鉴中,天猫生鲜饼持健康清食瘦身的理念,提倡科学瘦身的同时,也拓展了生鲜品类产品的消费场景, 从而将生鲜类商家的相关产品,精准投放至消费者,形成新零售闭环,推动线上线下营销一体化,预热过后,天猫生鲜趁热打铁,线下以阿里远区为代表,天猫生鲜开设职场瘦身站,线下PGC直播美食头条,用诙谐幽默的方式,情节反转的表现手法, 在线下活动的每一个情节中,将产品植入到了独特的娱乐场景中,展现职场瘦身图鉴鲜明特色的同时,突出天猫生鲜便捷,新鲜,品种丰富等特色,同时,通过这种社群零售的跨界玩法,职场瘦身图鉴成功帮助很多相关的品牌进行了年轻化,便捷化,多元化的变身,向90后们传递了更加健康的瘦身方式, 适合时才选择,掀起了新的瘦身消费热潮,开辟了一些传统产品,步入互联网的推广新通路,从而辐射向整个一二线的白领人群,有了线下活动的加持,去小日活动当天,线上天猫生鲜了淘宝TOP级男人主播,为17个品牌发声,边博边吃边讲学如何烹饪,更直观的触达消费者, 同时,为品牌带来声量,由此,天猫生鲜在本次营销活动中,扮演了从商品源头到特定人群满足的全链路整合角色, 不仅实现了消费场景的多元化,同时实现了线上线下的完整闭环, 此次天猫的职场兽身图鉴证明,新零售是可以完美处及消费者的,职场兽身图鉴,围绕目标受众90后职场白领,以全方位满足这些新世代的生活方式为唯一诉求, 通过线上线下的融合,表现出不同时空,不同渠道和不同领域的一体化整合, 而最终的销售数据,即为最佳注视,活动期间,总成交金额达到1100万以上, 其中,即美味与健康外一体的牛排品类的成交量,更是达到200万以上, 发掘新世代,有效触摸前在客户,此次据划算超级巨小日联合天猫生鲜, 在捕捉到90后渴望认同,习惯标签,愿意接受挑战等特质之后, 通过消费场景的搭建,完美戳中了这些消费者的痛点, 值得一提的是,只有通过大数据,去理解和刻画这些消费者, 才能真正打动消费者的心,在新零售理论不断被践行的当下, 职场受身途径也证明了,基于对某一个特定群体的全方位需求的透彻研究, 以满足这个特定人群消费需求为基础, 打造一个整合不同场景,不同渠道和不同领域的消费地环, 不仅具备可行性,而且是对新零售理论的一次有异常事, 并且具备光明的前景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哦!